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知道这个牌 是谁说的 不带制服化食品的 不吃就不吃 谢谢 你好 谢谢 韩先生 今天又来陪太太逛超市啊 你们可真恩爱啊 一定很幸福喽 谢谢啊 不客气 好 每个人都把你赶快 很好 让我去未来啊 好 interface 说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是也不排除他会忘记所有的记忆 当然脑部手术会有比较大的风险 请家属慎重考虑 可爱 你醒了 感觉怎么样 还是疼疼 没关系的啊 医生说了 你好好休息几天就没事了 医生每次都这么说 远斌 嗯 我不想总是卧在房间里 我们出去散散心好不好 好 等你出了院 我会带你出去散心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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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什么呢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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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找 好 半年了 感到快乐和满足的竟然只有我自己 可爱 为了你 我可以放弃所有朋友和整个世界 只剩你一个就够了 而你呢 在你的世界里 能不能装下一个我 我不甘心 真的不甘心 为什么 为什么你又要出现来 打破我所有的美好 我不敢让你得仇 却不能 您走 是 您走 真正是 你走 您走 好 八六医生 是我 我之前给可爱预约的 这手术 不想推迟一段时间 好 放心 我这次一定会抱紧你 再也不会放开你的手了 好 这一天又是一无所乎 我跟你说啊 我跟你跑这一天 比我拍戏还累呢 我这不关我身体累 关键是我心累啊 还挺佩服你的啊 这半年可以忍受着 每一次的失望 其实已经习惯了 但只要想起过去那些美好 好像就没那么失望 你这心态 真是比以前好多了 值得表扬 不过我相信 总有一天 你们会再相遇的 可爱 你等着我 我一定会找到你的 我一定会找到你的 可爱 这些就是我这段时间最想跟你说的话 这些就是我这段时间最想跟你说的话 我也不知道这段时间我到底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这段时间我到底怎么了 我总感觉我要失去你 所以特别的敏感 特别的紧张 你不知道吧 咱们一起生活的这半年 其实是我人生中最珍贵 也是最开心的半年 也是最开心的半年 每天我早上醒来睁开眼 就看到你的笑容 我觉得心里特别的踏实 觉得就拥有了整个世界的美好 我真的希望 我每天都能跟你一起过着这样简单开心的日子 互相依靠 互相温暖 可爱 嫁给我 让我照顾你一辈子好吗 可爱 嫁给我好吗 袁冰 你先起来吧 袁冰 我知道你对我很好 我也知道 这半年 是你一直陪在我的身边守护着我 虽然以前的事情我都想不起来了 但是我相信 以前你肯定也对我很好 可是你知道的 我现在除了你什么都不记得了 我是一个没有记忆的人 我现在每天 每天都会失眠 经常做噩梦 我觉得很害怕 我觉得现在还不是时候 袁冰 我不想这么着急 要不 等我身体再恢复一些 再说这件事吧 你看 我们现在这样生活 不是也挺好的吗 你先起来吧 地上梁 好吧 既然这样 我就等你恢复 我就等你恢复 可爱 你到底在哪里 可爱 就算一辈子再也找不到你 至少那些回忆 会永远属于我 那个画面 那个人 是袁冰吗 为什么我会觉得不像呢 那种感觉 和我和袁冰在一起的感觉 完全不一样 我对了 你也有这么多感觉 要是在那里 这并不应该让我 那种感觉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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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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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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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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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能不能不要总是这样跟着我呀 可爱 我只是担心你 我只是 你只是害怕失去我是吗 够了 我已经不想再听到你说这样的话了 快 快 不是吧 是吗 是吗 袁冰 我想跟你聊聊 袁冰 这段日子以来 我们争吵变得越来越多 我觉得是时候 应该心平气和地谈一谈了 的确 这段时间 我们缺少沟通 我是真的不想跟你吵架 我也是真的不想让你不开心的 袁冰 我想听你跟我说一句实话 你是不是根本就不希望我恢复记忆 那边还你听不懂 你不希望我带你 你不想再说一句实话 给你一直教练 把叶子疯里面 这段时间 有一点 是 对 怎么会 大人 就 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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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其实我一直在想 找一个不是旅游区的雨林 在那儿造一个小木屋 小木屋 是啊 其实 我在国内就有一个小木屋 一个人不开心的时候就会去那儿 也是在那儿认识的可爱 我们一起看星星聊心事 我们最开始交心的地方 就是在那儿 其实我也就深闪那些回忆了 所以 我一定要留住他们 留住所有属于我们的记忆 我帮你找吧 你 当然了 我这人脉总比你广吧 这会行了吧 可以好好吃饭了吧 要是不好好吃饭的话 我就不帮你了 好 好 来 吃饭 谢谢 开 开 我想跟你好好谈论 谢谢 我想跟就是 我们估计 咱们 我 你 说 我 你们 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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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了一针 让他睡一会儿 蓝医生 他的身体 是 韩先生 马小姐脑内的血块 已经损伤了神经元 下一步可能会影响 语言区的传导 如果遇到强烈情绪刺激 被长期压迫的血管 很可能出现暴裂 病人会有生命危险 尽快做出手术的决定吧 韩先生 可是医生你说过了 这手术存在着风险性 确实 这个手术有较高的风险性 如果再拖 原先的血块 有可能激化 到那时 做手术都无法解决 马小姐的问题了 好 医生 那 我再好好想想吧 好 尽快做决定 另外 从今天起 千万不要刺激他的情绪 否则会造成很危险的情况 记得了 好 谢谢了 可爱 我相信你一定会没事的 你一定会好的 来 这不需要我干吗 真不用了 这是我跟可爱 共同的回忆 我必须要亲手还原她 才才会想起我来 还是把我当外人了 没劲啊 小叔啊 这可爱 上辈子是修了什么福啊 怎么遇见你这么个傻小子啊 你又不是她 你说说你啊 一个大明星 有这么多粉丝爱你 你还不知足啊 我跟你说啊 我今天还是担心了 多惨啊 那还不是因为你太挑了 行了行了 不给你拼了啊 我还要保保你 我跟你说啊 都有花 你还摆在那边 来来来来 大小姐 我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了 你真的 你 你别添乱情吧 你就在这儿坐了 我谢谢你啊 笑一笑啊 哎 哎 我 只是说如果啊 如果要是她 一辈子都不记得你 或者是 你 我就是忍不愿意 会发布 你不怜悦啊 你不怜悦啊 我从来把这儿走 你会发现 啊 你真的想不过 你不怜悦啊 我说你啊 你不怜悦啊 我说你不怜悦啊 你不能怜悦啊 你不怜悦啊 我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同学聚会 我要是跟袁冰说了 他肯定就不让我去 你这儿去干嘛 我 我肚子饿了 我想吃东西 你饿怎么不跟我说一声 这样 我就给你找吃的 顺便给你热一下 你最喜欢的牛奶 好 来 坐下 等一会儿就行了啊 来喽 可爱 吃点来喽 可爱 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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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 你要去哪儿啊 去哪儿都行 只要不待在这儿 我看来你告诉我 你是不是要去同学会啊 对 我就是要去同学会 我看过陆震震的推特了 我们也是同班同学 一声 你想去的话 我陪你一起去好不好 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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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每次都这么说 袁冰 我真的受够了 你知不知道 每次不管去哪儿 你都说你要陪着我 这种感觉真的很不好 这半年一直都是这么过的 你知不知道你每次这么说 我都感觉好像是被你求尽了一样 你问什么 可爱 你问什么 可爱 囚禁 难道你觉得我的爱 都是囚禁对吗 毕竟你从来都没相信过我 你一而再三而三了 我告诉你了 不要再去找陆震震了 你为什么还要去找你当下干什么 可爱 为什么每次听到陆震震 你都要这么凶呢 是我不相信你还是你不相信的 我只是想要去一个同学聚会而已 为什么我不可以自己去呢 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不明白 如果陆震震真的像你说得那么坏的话 她为什么要一直找我呢 还是说 是你根本就不想让我见到她 袁冰 袁冰 你到底有什么事情在瞒着我呀 你到底有什么事情在瞒着我呀 凯儿 你别走 阿伯生 凯儿 有没有伤到 拿起来看 可爱 可爱 就算我求你了 你看这儿这么偏 你一个人出去我真不放心 你先跟我回家好不好 袁冰 我也求求你了 不要再这样跟着我了 如果你真的还在意我 在意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的话 让我一个人静一静 我求你不要再跟着我了 我求你不要再跟着我了 快 等等我 你说谁是小朋友呢 没超过一米六的都是小朋友 谁没超过一米六了 我一米六一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摸索了 真的吗 话还多 什么 在第一次遇见你 我还装得很聪明 虽然心灵有谁敢依 也放弃 把你去跑圈 我为什么要去跑圈啊 因为我是你老板 留下匆忙的照应 但被自已孤独的旅行 去碰到你 你干吗 我听别人说 就是想家的时候 特别需要一个拥抱 还有就是 头疼的时候 好啊 我相信你 加油 没有了我 你想孤独都不行 你觉得幸福吗 我挺幸福的呀 因为 我有我爱的人 可能再不求未来 爱真的需要很多意外 才能够有机会 被告白 被告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